四度征战奥运的举重女神郭信淳 今天晚上将戴上上阵 挑战奥运金牌未免 而她最大的强敌就是中国选手罗诗芳 她不仅称霸多场国际赛事 更打破郭信淳的世界纪录 而郭信淳的妈妈在台东老家和其他的家人们 也远距离地为女儿加油打气 期盼尽她自己的实力为国争光 局中女神郭信淳台东老家的家门口 还贴着去年杭州亚运夺下铜牌的祝贺红纸 而今年巴黎奥运是郭信淳第四度征战 五环殿堂就盼再传夺牌喜讯 国际赛本身就是一种很残酷的比赛 希望她能够经她自己的实力稳定 然后为国争光 郭妈妈和亲朋好友隔空喊话及气 因为郭信淳将在八号晚上挑战奥运金牌未免 但过去郭信淳谈到自己的伤势时 甚至一度哽咽 就是奥运后到这段期间 其实很多次的 就是一下好一下不好 一下好一下不好 那种情绪的那种起伏 其实就是我自己会知道 是有稍微提过啦 富商比赛的选手 其实不是只有他 很多选手也都是这样 除了带伤上阵 对手更是来头不少 郭信淳这次最大障碍 就是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劲敌罗诗芳 他不仅摘下去年世锦赛三面金牌 参加杭州亚运 还挤掉郭信淳夺得银牌 在今年又称霸国际举联世界杯锦标赛 以总和成绩248公斤 打破郭信淳保持的世界纪录 尽管在举重史上 已经是全台唯一完成举重金满贯的选手 但这回再战中国猛将 郭信淳得扎稳脚步 力拼奥运连霸 为自己为国家再奋力一次 记者中文报导